接下来仪器检测体内的 这个就是使很多人迷惑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仪器检测出来的体内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子宫肌瘤、纤维瘤、吸肉、皮肿大 肾萎缩、脑萎缩、肝硬化、肺纤维化、肺纤维化 心血管堵塞、心肌梗塞、脑梗塞、脑溢血、溃疡、发炎、沾黏 骨刺、骨头坏死、关节变形、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各种结石等 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癌指数、肺指数 好 这里是仪器检测出来的信号 念一次给你们有一个印象 这里我要表明的就是 这里跟疾病的症与状完全不相干 也就是这些检查跟治疗完全是无关的 我的理由就在下面 我们仔细来看下面 由于有疾病症状才有医学 因此人之健康与否是以症状之有无为准 而所有身体的异常 既不是症的不适感及体力虚弱 与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也不能反映热能不足及体伤的真实状况 跟判断健康与否的诊断 及从因解除症状的治疗无关 故不必在细究其中仪器检测体内的异常形态 有无状的组织受损 这一段非常坚涩 不容易懂 以前没有仪器的时候 人们知不知道他生病了 知道 从哪里知道 从症状 所以很简单 症状的有无代表有没有健康 对不对 有症状就是生病了 不是健康的人 那没有症状就是代表健康 以前的人脑袋是很清晰的 好 那所以你要判断健康与否 先看有没有症状 这是最基本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些刚刚你们念的 仪器检测出来 体内的异常形态还有指数 它有没有症跟状 没有 这些身体所有的异常 既不是症的不适感及体力虚弱 也没有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所以这些检测跟疾病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我们论国的第二段 就是在谈这里 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有没有 跟既非症也非症 跟症状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这里只是在重复一次而已 好 那它能不能反映热能不足 属于体伤的真实状况 因为我们说所有疾病不外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组织运作失常 一个是能量不够的热能不足问题 只有这两个 好 那它能不能知道体伤的位置 也就是你检测出来的这些异常 有没有办法知道 你这个症状是由他处体伤 或本处体伤引起的 然后要按哪个开关就能解决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没有 他检查那么多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他处 还是本处体伤 然后他处的开关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有没有办法反映体伤 没办法 那这些检查有没有办法反映热能不足 也就是供应组织器官运作的这个能量 很显然嘛 也没有办法嘛 这个热能是表现在外就是体力 他这些检查跟体力是无关的 那很显然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因为症状有无可以判断健康与否 所以他跟判断健康与否的诊断 有没有关系 无关 他不 那个异常跟症状无关嘛 所以他跟诊断无关 好 那我们要从因解症一定要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 才有办法解决疾病的症状 我们一再这样讲 然后他也不能反映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他跟治疗要从因解症的治疗有没有关 也无关 那一个医学的这些检测跟诊断无关 跟治疗无关代表什么含义 什么叫医疗 医疗有两个要素 必须要包括诊断跟治疗 既然这个检查跟诊断也无关 跟治疗也无关 表示它是不是属于医疗范畴 我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 已经超出医疗的范畴 它不是医疗的范围 医疗一定要跟诊断还有治疗是有关系 但是它这两者都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点 好 那接着有人问啊 那体表有状的组织受损 体内也会有啊 比如脑溢血 那明明就出血了 对不对 或是胃出血也有啊 那你怎么能说 只有异常而非状的组织受损呢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力 一定有 如果对医学又要追究下来 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但是很显然 古代没有遗弃的时候 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脑溢血 或脑梗塞 或心肌梗塞 或是胃出血 有没有 它不知道 它也不知道可能它气凶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它能不能治好 中医能不能治好 中医绝对可以 因为中医从哪里解决呢 中医从观察它的症或状 如果它外表有症的不适感 那就是按推嘛 如果外表有状的组织受损 你就照状的组织受损 就可以解决了嘛 那这样它修复了体表 这些症或状的体伤 那体内的体伤能不能修 当然也能够经由这样治疗 而完全修复 所以根本不需要靠这些诊断 所以古代没有这些仪器 其实这些症状通通能做出来 只是我们现在的中医 没有这种信心了 经过西医出来 它也不知道我自己所藏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重大问题 我开始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也是很分歧的一个问题 刚好跟中医西卡住 因为光讲不行 这个一定要用案例来说明 脑震荡案例 我要感谢张钊汉医师 给我们机会学习 岩石通点疗法 那是在2011年5月13日 我和太太参加了张医师 在美国岩石通点疗法的 五天课程 在第三天的清晨 我在屋外做健身运动脑退走 结果一不小心蹲时失去平衡 后脑着地 跌倒下去 我迷迷糊糊好像失去了肢结似的 醒来发现鼻红流出一些血 我自己人觉得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 过了一回合 头部感觉到又晕又痛 开始反胃突了起来 张医师把我按了之后 就感到好了一点 可是头还有痛和晕 张医师说按了之后还有痛 就肯定是头部组织受损 最怕是有了雨血 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 喝人生姜汤 早晚按一次 如果三个月不好 六个月一定会好的 开始了头两天 不想吃也不想喝 眼睛也看不清楚 背部很痛 背部做了 我延时通点疗法一个星期之后 背部不痛了 胃口也好了 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 继续按了第二个星期之后 头不痛了 温敷就减少 人生姜汤还是每天喝 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 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 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 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 因为照CD scan的上色线很伤身体 两个半夜后 我去照了CD scan 医生很紧张 说我的头乳裂了 没有瘀血 但总还没有完全消掉 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 医生冰说 我的阴气真好 才没有瘀血 没发生大事 结果医生又说 没有什么好治疗的 三个月后 头晕也好了 医生可知道 三个月来 我的太太为我联系每天做 原始通点疗法 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感谢张医师的无师教导 教导我们新的简易的保健方法 原始通点疗法 谢谢 谢谢 脑出血案例 患者 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 家属采纳我的意见 于4月20号 入院三周 果断出院 当时根据病况 家属为他购置了 瘫痪用床 和首推轮椅 出院次日 4月21号 清晨 我带上光盘 去患者家中 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 并煮内服姜汤 外用外热源 除未停用降压药外 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 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 白色处代表出血 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 一个月后 生活基本可自理 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 均未使用 4个月后 8月15号 卢岛CT复查 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于2014年6月5号 再度登门造访 患者一切正常 并可操作配索 出血处已恢复 前后历经4个多月 中风后遗症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1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弩手术 手术后 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肌肉已萎缩 彭太太认真学习 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后遗症 已有大幅改善 将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嘛 医生撞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他的讲话 是要你先教小孩子一样 一句一句地教他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其实我在中风时候 我自己讲话 跟讲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现在 跟老婆老婆 每天每天按摩 一直聊吧 现在 有时候跟老婆小吵架 又吵架了 现在她一天可以爬 一百多层的楼梯 家里现在都 又整起来 这地方 走路小贴斯 每天多天 每天早上跟 一直到晚上一直到天 爬楼梯 现在目前爬楼梯 六十层楼 每个半小时 差不多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放没了 不要放手管 走路 差不多 试探 再放 等它再每半个小时 再划山 嗯 扶手 划山这样 出现学义行 划山 划山 每五分钟 举手 十五下 拍下来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 更换衣服 好 这三个案例 我要呈现的 就是这一句话 疾病要解决 是要解决 患者的症跟状 对不对 比如说他偏瘫啊 口眼乖邪啊 这一类嘛 还有像我第一个案例 他就是哇很多症状 摔倒的时候 头痛头晕吃不下 眼睛看不清楚 有没有 还有背痛 这些症状有没有解决了 我通通解决了 但我是因为他造出来 照他们西医的判断去治疗吗 没有啊 我就是知道 他一部外就是体伤 那体伤揉了没有效 就是本处体伤 那没有 本处体伤一定要怎么样 重用内外热源啊 所以我叫他一定要喝 生姜汤有没有 然后要温敷啊 24小时温敷啊 然后因为有体伤 还要怎么样 按推有没有 然后他两个半夜去检查 果然不如我所料 他组织有没有受损 有 确定 而且他当时候摔倒的时候 鼻子出血 我就怀疑有内出血 也让我判断对了 那我也没有造西医的这些治疗 因为西医的治疗 他不能反映头部体伤在哪个位置 有没有 那也不能反映热能不足的问题啊 他没有这个概念啊 所以我们造我们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西医对重阴解症 要改善体伤与热能不足 他完全没有作用 因为这些检查 跟我们要处理的 完全不相干 了解吗 那他跟疾病的症状 有没有相干 也没有 如果有相干 好 最后一个 脑中风后移症的 你们也看到了 西医确定是脑出血 然后他的处理方式 没有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他直接从怎么样 脑部开如手术 然后把医血清干净 清干净照理 如果医血是阴 那偏瘫 吃不下饭 不能讲话是果的话 那照理 应该开完 这些症状就要改善 对不对 但他开完 有没有改善 不但没有 他的症状反而怎么样 加重 本来可以讲话的 变不能讲话 本来可以吃饭的 变不能吃饭 代表的是什么 开刀的过程中 让他的组织受损 进一步怎么样 恶化嘛 而这些恶化 根本跟原来 他的症状完全是无关 因为开刀会不会消耗热能 会嘛 那又是因为热能引起的 那开刀会不会伤害 组织受损 会嘛 所以症状就加重 所以即便你检查出来 跟治疗的症状有没有关 无关 我就是在指这个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探讨 里面有没有医学 你看第二个也是 他最后也是西医确定 照出来就是颅内出血 蛮严重 那也瘫了 他们也备用瘫痪床 结果呢 我们治疗有没有照西医 把这个血块揉开 也没有啊 该按推的 不止头部 因为他已经偏瘫了 四肢要不要按 当然要按 有体伤位置一定要按 那温敷四肢也要温敷啊 那这样才慢慢 让他的症状完全恢复 那你们再这样看下来 那这些 造出来的瘀血 跟体伤热能不足 重阴解症 有没有关系 跟治疗无关 对不对 跟判断健康与否 因为他跟症状无关 跟判断健康与否 更无关了 有没有 要不然治疗不可能跟恶化嘛 那很显然 你为什么治疗 还要去看 这里面 状 里面有异常 有没有状的阻止受死 那是不是多了一道手续 价值 在中心里 谢谢观看